教育部次长陈良基访问印度 出席2016高等教育论坛 并到驻印度代表处和多索台湾华语教育中心的师生会面 陈良基表示此行目的 希望强化台湾和印度高等教育的联系 教育部也增加提供留台印度学生的奖学金预算 鼓励更多人来台深造 我们为了印度学生的奖学金预算 所以我希望更多印度学生可以来台湾 我昨天有一个讨论 现在只有1,100学生在台湾 我希望下年我们可以加倍数 驻印度代表田中光介绍台印的文化与教育交流现况 并提到政府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 印度将是最重要的一战 印度伊斯兰大学的学生现场演唱中文歌 并演出中文话剧展现学习成果 印度留台同学会表示台湾提高奖学金预算 增加贸易文化往来 呼吁印度学生到台湾留学工作 成为台印交流的桥梁